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王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美食 洋葱炒猪肉 如果你们要煮这道菜的话呢 我建议你们煮多几碗白饭哈 好,不要不多说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 这里有三颗洋葱 四半的蒜 还有一块的五花肉 也叫三层肉 我们先处理我们的这块五花肉哈 这个五花肉的皮呢 我们不要 可是你们在买的时候 你们可以叫那个猪肉了 把你们先去皮 会比较容易一点的 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五花肉呢 切成薄片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大小呢 大约像我们的拇指头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能切的多薄就切的多薄 切好之后呢 我们放在碗中 之后我们加半汤匙的好油进来 再加半汤匙的绍兴酒进来 加少许的胡椒粉进来 加少许的盐进来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来做腌制哈 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倒点油进来 这样子我们待会炒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好炒一点 我们就稍微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放在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到我们的洋葱哈 我们先提前削皮 之后呢 我们切成块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如果你们不太喜欢吃这种比较重的洋葱味呢 你们可以改成荷兰葱啦 荷兰葱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重 切好之后呢 我们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到我们的蒜哈 我们稍微把它拍点一些 之后呢 我们要切成末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蒜呢 不用吃得太碎了 我们切成块 就可以的啦 之后我们放在碗中备用 好 接下来我们热锅备油 加入我们的猪肉 我们先把它铺平 给它能受热均匀 在这里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猪肉的这个油啊 给滴出来 这里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需要一点耐心慢慢去炒它 要炒出它的那个猪油 这样子吃起来呢 反而肥而不腻 吃多也不会太腻哈 我们待一煎至那个猪肉呢 变成金黄色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接下来呢 我们加半汤匙的糖进来 再把它炒至金盐 炒点糖色出来 这样子就OK的啦 把它炒至金盐之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蒜 再把我们的蒜爆香哈 如果你们不但能接受这个洋葱的味道呢 这个洋葱你们现在就可以加入的啦 接着呢 我们加少许的盐进来哈 一点点就好 再加少许的鸡精 接着呢 我们加一汤匙的生抽进来 再加半汤匙的蚝油进来 接着我们加少许的胡椒粉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胡椒粉的话呢 你们可以放多一点 这里也是蛮好吃的 接着呢 我们把它炒至均匀 如果你们不要你们这道菜呢 有稍微点黑黑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可是我比较喜欢黑黑的感觉 所以我加点老抽进来 老抽不用多哈 你们再给自己衡量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的啦 我们就稍微给它调个色 这时候呢 也就非常好吃的啦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洋葱的味道哈 所以我的洋葱是摆得聚会的步骤才适啊 下了洋葱之后呢 我们大约炒个一分钟左右 这样子就可以上锅的啦 这样子也就已经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们不太能接受这个洋葱的味道呢 你们和蒜一起加入 这样子炒出来呢 就是刚刚好的啦 可以看到没有 炒出来那样是非常好吃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这套美食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再来试试看哦 有什么关系分布以外的地方 可以跟你分享帮助留言告诉我 喜欢的视频请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家人 我们下期再见